今年是韩中建佳20周年 也是我们展望今后20年 期待进军中国新市场的时刻 据悉最近中国内地的市场 对韩国特许经营的关注度持续升温 特别是服装、化妆品等特许经营企业 也可以对此抱有一定的期待 据调查中国内陆市场消费者 对韩国特许经营所表现出来的兴趣 比沿海地区消费者高四倍以上 中国内陆消费者通过韩剧等韩流热潮 对韩国的化妆、美容、时尚产品等非常亲密 尤其是中部六省中 人均消费性支出最多的湖南省长沙市 对韩国特许经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调查显示居住在长沙市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最希望的韩国特许经营领域为服饰、服装占36% 餐饮行业占25% 健康美容占24% 从他们喜爱的韩国产品来看 占据首位的为服装占38% 其次是化妆品和食品分别占29%和27% 但与韩国食品偏好度高这一事实形成对比的是 中国企业在餐饮行业特许经营上占据了尚服 中国内陆消费者在选购服装时不仅注重款式的设计 对质量的要求也很高 因此需要对包括原材料在内的所有工艺流程进行严格彻底的管理 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表示通过这次问卷调查 了解到湖南人对韩国饮食还不太了解 因此与韩国传统料理相比 各式烤肉店和西式餐厅等将在进军中国市场中更为有利 此外在服装领域要开设一些在年轻女性消费者消费能力之内的 韩国服装特许经营店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感谢观看